今天是2月18号 A股还在放假 但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长假了 有人看好A股结后的走势 有人说3000点 甚至有人看好2024年 中国A股会涨到5000点 那么你相信吗 为什么大家一下子就突然看好了中国股市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就是新村长 上位号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 如果这些多落实的话 会不会涨到5000点呢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 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 888支持一下 刚刚有一个人跟我说 哎呀就是结后会不会涨到3000点 3000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说也涨到5000点 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如果说新村长上位号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别说5000点就是1万点 都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讲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 888先支持一下 回到这个市场 我首先想问一下大家 A股下跌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去年的5月份 这个高位下来以后 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里亏损非常的多 指数你看从3400点下来 我们就从3400点这个位置下来 对不对 这个是2023年的5月份 从这里下来到2635 整个这一股跌下来没有到800点 700多点 700多点 但是大家知道 在这一轮下跌的过程中很多人损失了超过50个点 很多损失50个点 甚至有些最多的损失了80个点 也就是说你 你想想你10万块钱就变成了2万块钱 这个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指数只跌了24来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指数是跌了20多个点 你的个股跌了50个点 或者说跌了80个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说本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超级权重在护盘 对不对 大家知道在这个下跌过程中 超级权重以银行为代表的 以石油为代表的 这些超级权重在护盘 你不说别的就说中国石油 是吧 中国石油在2023年的5月份以后 你看一下对不对 他我觉得他不仅仅没有跌 他还涨了 你看2023年的5月份的时候 当时中国石油在多少 在7块钱上下 现在还有8块多 他不涨没没跌还涨了 那么还有就是包括银行对不对 以四大行为代表的 你比如说像中国银行这种对吧 他不仅仅没跌 他还涨了是不是 所以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权重 出现一个护盘 把整个指数给拉起来了 但是在他们拉起来以后 其他一些个股就是血流成河 所以跌了50% 甚至跌了60%70%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股民在下跌过程中可以说是损失厂重 股民是一度看不到兴旺 但是在节前出现了一个三年涨以后 再加上在节前紧急换算 换了新的村长 大家一下子就看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从这段时间的这个 消息面来看 新村长把这些问题都什么 都摆到台面上来了 大家都知道 A股在前面这里下跌 村里放了很多利好 加盈花税降费等等等等 反正利好一个接一个 但是指数就是涨不起来 就是什么股价跌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限制股转融通 这个融券做空 包括一些其他链化收割等等等等 这些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这个做空的一个机制 那你想想 新村长稍微后这些都变化了 不说别的 他这几个事就做的比较好 对不对 一个是什么 限制的新这个 转融通对不对 转融通的新增限制住了 那么老的要慢慢的先耗掉 也就是限制股转融通这个东西 暂停了 大家都知道 A股这一轮下跌 就是因为限制股的这个转融通 导致下跌 什么原因 就是大股东 源源不断的借出股票 被一些资金给利用了 给砸盘 以后不断的做空股市 以后在股子期货市场 在期权市场大量的获得这个利润 你想想有些机构 尤其是中指数的某些机构 对不对 他开的这个空单 都是多少几万几万手的这种鸭 你想他 是不是赚钱的 这个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是哪些 哪些机构对不对 不仅是我们国内机构 还有些国外机构 对吧 对他们也是在是吧 利用这个权重股在砸盘 以后股子期货市场大量的赚去 空单的费用 空单钱 所以这个明显的就是什么 被空方给利用了 所以本来就是这个下跌是空方 子弹源源不断 多方子弹就是什么 表现不足所导致的 还有就是新成了上位以后 明显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什么 查罚 对不对 查了很多的券商 查了很多的上市公司 同样罚了很多的券商 罚了很多的上市公司 这个查罚的话 它是比较严重的 以前可能查到你来 哎呀罚个三五十万 是吧 意思意思一下 但是新村长上位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新村长 出现很多重要的一个出售 就是不仅要罚 罚证券 还要罚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 比如说财务会计是事务所对不对 那么他罚的比较厉害 罚了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几乎都是以什么 大家看一下 几乎都是以两倍的处罚力度 莫一罚一对不对 莫一罚一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处罚力度 所以 我觉得后面这些大股东 还包括这些机构 不会再轻易的去什么 去违法违规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患战期间 传出了一个新的王炸 这个新的王炸是什么呢 就是在2024年 2024年的话 中国要加快退市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些垃圾 把这些违法违规的加快 对吧 清除出市场 有传出说在2024年 要什么 要清除几百家上市公司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复的信号 你想想我们A股从 2025年以后 就是一个加速发行 尤其是这个新村 尤其是个老村长 2019到2024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面 每年几乎都是几百家 上了近2000家新股 所以这个市场已经是明显的 属于一个什么 堵塞的一个状态 那要每年清除几百家这些垃圾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复的信号 就像我们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就像我们的人一样是吧 有进有出 促进心情代色 才会什么 才会健健康康 这股市也是一样的 需要什么 需要进入 需要输出 才会健康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站 当然这个要清除几百家的话 那还有一些配套措施的跟上 比如说你在几百家里面退出去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赔偿投资者的一个损失 这个后面也肯定要配套 如果不配套的话 那我觉得有点点是吧 太对不起投资者的出身 而在背后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猫腻 当然有 可以学习一下澳美股市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实在不行的中介机构是吧 你是不是要承担一些连带的轴轴 中介机构 你是不是也会付一些这么一些费用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好 这是一个网站 另外一个就是rpo 也是rpo这个环节 也是rpo这个环节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是每年几百家 明显的就抽损严重 那现在是要严查这个rpo环节 rpo环节的话 那么怎么理解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财务造假的有问题的都要查 不管你是在什么 不管你是已经上市的 还是在排队的都要查 查一家 你看就是什么严格的处罚一家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段时间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企业 开始测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 那你测了你也要承担责任 有句话怎么说的申报即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注目了 以前 高层也是在讲要延长延长 但是没有特别实际的行动 那新称赛双位以后 他这些都有一些实际的行动 查罚是吧同步实行 所以这些问题还是非常之什么 非常突出的 那你想想 随着这些问题的一些查处 或者报告 我们股民信心一下子就回了 所以有人看到3000点 有人看到5000点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这么去跟风 被盲目的去追高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有一句话说冰冻三尺 非日清寒 你以后我们的中国股市是吧 跌了那么久 这个时候也是很多亏那么久 想要一下子大涨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徐徐 静静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记住就是什么 A股在这里的话 随着 市场信心面的一个一个回暖 那我觉得 他很有可能迎来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行情 什么意思 大家看全球市场 除了A股和港股之外 都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流失行情 几乎 所以我们的中国A股在这个位置 他很有可能迎来一个中长期的流失行情 刚才村里那些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 一些在 上市环境当中 就是涉及到一些欺诈了 包括一些高价发行 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 A股的这个5000点真的不是木 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注册至14以后 很多新股 他有一个明显的不不太正常的地方 就是价格太高了 是高了都对 你大家看一下以前的这个 A股上市 就是像新股这一块的话 上来以后 几乎都是价格相对于偏便宜的 比如说5块10块2030对吧 但是注册至14以后 明显的就是属于什么 高价股太多了 几十的几百的都有对不对 甚至高的你看 发行价200多292的都有 那么这种明显的就是不正常的 甚至是超过非常严重 有你这个公司 我本来就是想拿20个亿 结果给你楼了40个亿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说白就是我们的股市 存在一些一些什么一些乱象 那注册至以后 明明他公司只需20个亿 扩大生产或者说其他方面 为什么会募集40个亿 主要是他的价格抬高了 那为什么要抬高这么价格 其实就是跟证券 跟某些机构有关系 那么证券想想 他辅导一个公司上市 他除了这个又辅导费之外 辅导费之外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对不对 那这个公司募集的资金越多 他拿到的 拿到的这个 这个费用就越多 所以你募集20个亿 他给你40个亿 那你想想 这明显就是翻倍的一个走势 那证券公司是不是拿来更多 所以不仅是证券公司 还有一些相关机构 要比如说一些机构 一些私募 包括一些基金等等 他们高价的接盘 然后通过线售股转融通出逃 撞出这个差价也是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这个环节也必须要解决 这个问题也必须要什么落到实重 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的A股后面 肯定会迎来一轮轰轰烈烈的长期的行情 这个是没有 没有必要纠结的 关键是能不能落到实数 从目前的这个新村长的这个 动作来看 我觉得A股股民的好日真的要来临了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